20万出头都能买雷克萨斯ES 你说亚洲龙跟凯美瑞怎么办 看到这期的大车搬买节目 看看今天的环境变了 不是我们特意改环境 是因为我在出差 但是在出差的路上 都不会忘了 大车搬买的客户跟朋友们 今天继续跟各位去分享测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之前我们发的一个ES的海报 ES200 现在如果做贷款的话 可以优惠去到9万 也就是裸车价20万出头 大概全包落地价格 我们算了一下 加上保险 原价29万6千9的车 全包落地大概是24万左右 不过大家 以上这个是一个分期的价格 分期的话 这个贷款就有利息了 这个利息我们算了一下 真的不便宜了 按五年贷19万再去算 利息总额要4万6千多的 但是其实有一个方案 可以稍微便宜一点 利息不用付出那么高 因为这种分期的方案 它是可以提前款款的 如果你分期款了两年之后 后面三年直接结期 你可以不给后面三年的利息 也不用罚任何的手续费 总的付出的利息 我们算了一下 就1万8千多 也就是可能你现在买雷克萨斯 可能更低成本的这个入手方式 可能不是传款 而是先分期 拿它9万优惠 然后再提前还款 可能总价更低一点 大概总价就是落地价24万 再加1万8的利息 25万8左右 买到一个雷克萨斯ES200 各位有没有兴趣 那说完雷克萨斯的ES 再说另外一个小ES 很多人觉得它就是一个 矿标的ES 就是仪器丰田的亚洲龙 ES优惠完都可以20万出头 那亚洲龙怎么办呢 亚洲龙的2.0车型 我们查一下 2.023款CVT进取版的车型 原价19万9千8的 现在现金优惠 全款的优惠 这个是5万3 也就是裸车价14万6 全款落地 大概是16万4左右 只有马德尔亚洲龙了 那凯美越呢 另外一个也是同样平台的车型 凯美越因为刚刚出了9代凯美越 车太新了 所以优惠还没有放飞 还没有那么大 现在的优惠情况 大概是2万左右的 具体来说 就凯美越24款 2.01精英版车型 只要是17万1千8的 现金优惠2万 裸车价15万1 全包落地 大概16万9左右 就有了 看你是觉得 ES真的这个标 比较值钱一点 还是觉得 我就喜欢这个平台 真的动力 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稳定性 靠谱的程度 买一个丰田 15 16万 就能搞定了我 以上提到的任何车型 或者你需要有购车的服务 记得我们大车帮买的唯一入口 就是在小程序里面 收大家车 然后进入小程序 再按这个购车的按钮 然后就可以开始我们的服务 直接按定制化巡车 就可以让我们的专业人员 帮你找具体的方案 接下来回答一下车问里面的一些具体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坐标珠海相了解一下 丰田WAT4都市两区版 是什么价格 又是丰田 现在丰田的优惠真的很大 WAT4的优惠可以去到55,000 据点来说是WAT4 2.0两区都市版 指导价176,800的那一款 现在全款都可以做到55,000的优惠 全包落地 大概价格就是136,500左右 保险可能4,000块就能搞定了 如果你需要的话 也可以对比一下我们的价格 跟你去店里面谈的价格 有没有差异了 第二个问题 坐标江门鹤山 想问一下东风本田的 纯油版的两区风向五座 和自宁版的五座全款落地 多钱不要库存 要租三角提车 这位提问的朋友 竟然没有说车名 只是说了品牌 跟需要的车型 但是通过这个车型 我们也可以分析得出 你需要的是CRV对吧 现在CRV具体的优惠情况 就没有刚刚的WAT4这么过分 WAT45万多 CRV的全款优惠大概4万6左右 具体来说就你要的CRV 纯油240 Turbo 1.5T版本 两区风向版的车型 指导价是20万1千9的 优惠4万6之后 大概落地价17万4左右 如果是高配一点的话 其实车员会更多一点 两区的自宁版车型 指导价是21万1千9的 优惠4万6之后 全款落地价格大概18万5左右 看看我们的价格合不合适 如果各位需要买车的服务 记得想起我们大车帮忙 我们会尽力帮你的